再次继续看 我是利用环保署官网里面了解一下Json 跟XML CSV的话就比较单纯了 刚刚讲过XML你也可以点击 这两个现在比较麻烦 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格式 必须要用特殊的方法来做处理 你会发现点击环保署官网Json的话 你点开你会发现 它的规则 它们有一个共通的规则性 你会发现有什么规则性 第一个外面是一个中瓜胡 中瓜胡 中瓜胡各位有没有印象 中瓜胡我们是拿它来放什么资料形态 还记得吧 那个串列 List 所以它其实 它这个也是类似一个串列的概念 然后串列跟串列中间的话 它就是放什么 一个大瓜胡 OK 然后中间的话叫豆点 那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大瓜胡的话 也是那个Python里面的其中一种资料形态 叫做字典 字典因为我们前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把它跳过了 应该也在第五个单元里面 这个 所谓的字典 基本上的话呢 当然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字典的这个单元 应该是 在哪个地方 那字典的话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看成 就是说有点像是 两个字典的形态 所以待会有一群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第五单元的第36页 然后架构的话基本上就是key value 所谓的key value就是说 我们可以拿刚刚这个地方的来看待 其实就是说呢 一个大瓜胡 其实就是放个字典 那字典的话呢 基本上 它一定会有个key 一个value 中间加个冒号 那也就是前面这个叫做key 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这个key 当成是什么 当成有点像它的栏位名称 然后后面的话value就放什么资料 有没有 然后中间加个冒号 key value key value 有没有 它一定是一个key一个value 那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大瓜胡 一直重复 像那个 它的第一个key 这个size size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个又重复了 下一个呢 又重复 到下一个这个大瓜 又重复了 也就是说呢 它的栏位名称 一直重复 然后后面value就是放什么 放它的资料 所以其实 如果我希望把这里面的资料 抓出来的话 其实只要知道说 这个key不用了 只要抓它的value就可以了 也就是把这个value 通通抓出来 然后放在一个什么 放在一个list里面 其实就可以把全部资料抓下来 你们大概先了解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还会延伸讲一下 第二部分 就是抓取那个json的档案 到我们的那个python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再来看就是抓取那个xml xml其实就是一棵树 那这个树里面的话 会放很多的那个什么 你会看到有点像一棵树 长出来 那那个 这个有点像那个主要的那个枝 整个 它的那个主要的架构 然后分出来的枝叶 有没有 就一个data 第二个data 有没有 那里面的话呢 就是什么 利用那个小于大于一个标签 把它夹在中间 这个我们将来就要取里面的资料 那怎么样把这个里面资料抓出来 其实最麻烦的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再看一下 就是说呢 了解一下所谓的那个json格式 然后呢 我们json是有把它放在那个 这个第五个单元的第36页 这边大概有一些说明 也许你们可以 大概先了解一下 待会呢 我们再来看 你们可以练习 就是说 其实就三个 我们这个 这个网站呢 爬虫练习 可以刚好练习三种最主要的 这个格式 因为 爬虫目前最常用的格式 就是这三种 OK 所以呢 另外还有第四种 就是网页 这个是已经放在网路上的档案嘛 你把它抓 另外就是网页 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也会再讲到 如果你的资料 是在网页上面 那你要怎么把它爬下来 以前的话 你是用选取复制贴上嘛 但问题如果你网页很多 那你会每天都在复制贴一堆 OK 那 所以呢 请各位待会可以练习 后面可以延伸 这个 按右键 复制 就是连接网顶 就是连接网纸的 一样嘛 然后先把这个位置的资料抓下来 所以 当然你如果直接点它 它会直接应该是下载一个档案吧 CSV 那如果你按右键的话 就是把这个网页复制 那你会也是一样 其实你可以套用前面那个范例 先第一个下载资料 第二个切割资料 第三个把它塞到资料库 这个我们就不练习了 因为这个差不多意思 那可能会比较有问题的就是 如果我今天遇到的是Jason 其实Jason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你Jason 你要给人家用Excel的话 Excel没办法开 OK 不过好像我印象中 最新的版本 好像是 那个 Office 365 有新功能 它可以直接贿赂 Jason 档 但是它最新版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有Jason 档给你 那假如说 你没有最新版 那你不行 那怎么办 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利用Python 帮我们怎么样 把Jason转成CSV 然后再给人家 其他人就可以开了起来 OK 这也有一个解决方法 这个部分的话 是Python来写 很简单 那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Jason的话 你会发现 刚刚格式 我们看打开来 它就讲这样 外面其实就是一个串列 里面的话 就是放一个一个的 什么呢 一个一个的字典 那这个字典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看成像 串列啦 差别只是说呢 它前面有个key 后面有一个value 它其实就有点像 你可以把它想像一个串列 一个list 就是一个清单 一栏 那字典的话 就是变两栏 一栏就是key key的话就是它什么 key应该叫 key叫编号 键啊 一般翻译成叫键值嘛 键 然后另外一栏的话 就是它的value value就放它的资料 其实就两栏 也就是说呢 这个字典等于是两栏的串列 那第一栏的话 其实就放它的限值啊 一般是编号啦 有没有 OK 不重复的编号 OK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资料 分别把它抓出来 所以它是一个串列嘛 所以那它其实我们就不用切割了啊 那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资料抓出来啊 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我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云端白板的那个这个上面的部分 这个是CSV的练习 这个选择练习 第十页下面这边 那Jason的话呢 是在第几页啊 第十二页开头这里 Jason 那连结应该是这一个啦 我是直接把那个行券环保署 这个按右键这边复制 然后贴到这边来 这个就是我贴过来的 那它的架构长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它分开来 资料分开来 一样有点像是下载之后切割 但是切割前面是用那个 切 旁跟切痘点 那只是说呢 这个地方的话就不是这样切 那怎么切特别之后 第一个一样把资料抓下来 那抓的方法就这一段程式啊 我们来看第十二页下方这里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程式其实还蛮短的 首先的话呢 上面这三行跟那个前面的那个部分是一样 CSV 一样 首先的话一样是 import request 然后get get后面这一个 这个程式的话实际上就是直接从那边贴过来而已 ok 那贴过来的话你会发现 如果我直接把它print的话 比如说这个我先不要去把它抓过来 比如说我今天直接把这个print 那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网页上面的东西 print什么呢 比如说我把那个 html的test 把它直接print出来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不过他今天环保所网站 会有点卡 这个时候的话他等于是把什么 把那个放在网页上面的这个资料 全部帮我download下来 可是特别注意哦 他抓下来的资料 他是一个文字档 也就是说呢 他这个虽然里面有这个刮符 对不对 但是其实外面还会有所谓的双 这个自串的符号在外面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把这个资料呢 把它转成一个串列的话 必须哦 特别注意哦 必须要把它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的话 我们如果要把它转成串列的话 那我可以把这个自串 有没有抓过来是一个自串 外面有这个一个前后双引号 如果我要去掉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外面包一个evo 这个evo有点像是哦 它本来是长这样子 资料在里面 对不对 资料在这个里面 然后呢 如果经过evo之后的话 它可以把这个双引号的符号 把它去掉 留下来的话呢 那就会是中瓜欧里面的串列资料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资料呢 丢到叫list1里面 OK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呢 如果我要把 这个字典 它有key跟value它有两栏 可是我只要其中一栏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可以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呢 就是for for dic 这个名称的话自己取的 我们习惯用dict dict in什么呢 list1 这个list1里面 我要逐一个 意思就是说 我把这个串列里面的每一个字典 通通一个一个的帮我把它抓出来 这叫for each的写法 for each 这个dict in这个list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里面的话 本来它这个资料 这个 这个是第一个字典 大瓜五就一个字典 那如果我要提取 它里面有分两边 一个资料的话是key 一个是value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利用 这个字典里面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叫 di 这个什么 dict 假设1的话 名称 keys 就是可以把所有这一栏 有没有 通通抓过来 那values的话呢 就是抓里面的资料 就 等于是前面这个就抓第一栏 这抓第二栏 OK 我试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 假设我把资料抓到key 这个dict 那dict的话 特别注意 里面 如果你要转到list2里面去的话 特别注意 你可以 或者你加一个dict1也可以 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去 那我利用这个名称 后面加一个什么 点什么呢 如果我要抓前面栏位名称的话 就是keys 加一个小瓜糊 但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放到list里面 因为他抓过来 形态还是字典 所以你这边需要做一件事情 外面再加一个强制转成 串列的一个 转型 转成list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 好像会出错 记得外面再包一个list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资料 放在list2里面 然后最后把它print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假设 把它的所有栏位名称 通通抓出来的话 知情 那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就长这样 有没有发现 这个东西 1 2 3 4 5 其实就5栏 那这5个在哪里 其实就是 等于是我们刚刚网页上面的 有没有 这个东西嘛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有没有 第四个 第五个 然后以词后面也是这样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 整个都一样 那这个就是它的key嘛 可是你想说 老师我不是要key耶 我是要value 后面东西 所以其实如果我要后面东西很简单 我就把key是改成什么 改成value就好了 这就取得后面东西了 所以其实你那个 要抓那个Jason的格式 甚至比CSV更简单 而且我觉得更有结构性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转一下 切到list2 执行 那你会发现 他会把所有的 有没有 所有侧占里面的那个 有没有 他的栏位后面的资料 通通抓出来 所以你可以发现 第一个抓到是大臣 彰化 pm值是32 OK 以时类推 什么时间 后面的话就是他的单位 单位应该是什么 维米 OK 那如果说我已经分别切出来了 那再来下一步 就是很简单 因为呢 他已经是放在串列里面 所以再来我可以怎么 把这个串列在insertin2到资料库了 所以后面的话 其实就跟刚刚做的差不多 也就上面再加一个新增资料库 新增资料表 然后下面的话呢 再加上insertin2 就OK了 所以看一下我这个下面好像已经有写好了 在那个0601的下方这边 其实就是这一段 这个in import 上面这边一样是建立资料库 资料表 下面的话呢 就是建立这个insertin2 那就整个都丢进去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可以把那个 这个 Jason的这个格式资料 分别把它抓取 并且把它塞到资料库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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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